把焦点转到香港 香港反修例期间爆发了理大围城 当时警方在尖沙嘴就逮捕了将近100个人 其中9个人非法集结罪诚 法庭今天裁定 其中一名案发时只有15岁的被告判入劳教中心 其他人入狱7到13个月 9名被告现在介于19岁到31岁 其中两个人开审前认罪 另外7个人在审讯后罪名成立 虽然辩方强调集会只有13分钟 但法官认为 理大事件牵动了全港陷入了很多天的混乱 被告当时明显选择留在现场 而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公众秩序 也用乌言会语辱骂警员 暴力程度不算低 尽管如此 没有证据显示他们造成了任何的损失和破坏 加上从被捕日算起已经整整4年 被告也已经改过自新 重犯的几率低 所以酌情减刑两个月 所以就用了 Seeing resworker的人 它会因为容易被判断 考栉择 我们 我们 们 感谢观看